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这几年加拿大公司从亚洲和欧洲进口机器的贸易活动越来越频繁 这就涉及到从国外进口过来的机器要做加拿大本地的安全认证 有了这些安全认证 这些进口的机器才能接电工作 由于涉及到运营安全问题 保险公司对进口的机器在使用和销售之前有没有加拿大安全认证也很重视 因为没有安全认证的机器引发的一系列事故 可能在理赔的时候保险公司会拒绝你的理赔 进口机器的整改大部分都集中在电气控制和动力线路这一块 做机器整改的公司和电工事物都是很固定的一帮人 现在越来越多的新面孔进入到这个行业里面来 有些是平时做商业电器安装的电工 也有一些是做建筑电工 他们在给商业客户做建筑装修的时候 业主请他们顺便把刚进口的设备安全认证一起做了 因为在进口公司的眼里 只要是电工 他们就应该会做这个机器的整改 工厂和楼宇里面的大电柜都能做 为什么这一套小设备就不能做呢 近来我见多了这样的事情 每个月都有发生 去给印刷厂做装修的电工回来说 那个老板让他把刚进口的印刷机一起改了 跟ESA拿个安全认证stick一起贴了 电工师傅说那个工作太抹时间他做不了 印刷厂因为跟我们刚刚买了电器材料 老板打电话问我 为什么改机器一定要找专门的公司做 而普通电工师傅都不愿意去做 难道是因为普通电工不会去做吗 还是那些整改机器的公司电工有什么特殊技能 根本的原因在什么地方 其实答案很简单 还记得小时候我们读过欧阳修的卖油翁吗 答案就是无他为手属耳 一方面对使用材料的熟练掌握 一方面是项目皆多了 经验积累也越来越丰富 没有别的原因 就是时间一长手练熟了 好了这两个原因找到了 项目数量的积累只能靠你自己去努力 但是对于使用材料的熟练和把握 我们都可以帮忙 下面我就给大家一起熟悉一下 进口机器的电器部分整改需要哪些更换的零件 我们来一起探讨一下 首先相同的是低压电器里面的配电部分 采用的电料 比如管材 电线 大杂刀 大型变压器 接线箱 这些商业师傅装修经常使用的产品 做机器整改也有需要 这个大家熟悉 我们就在这里不零速了 其中有最大区别的是 低压电器里面控制部分的电料 这部分的材料是做商业装修很少用的 我整理了一下 把库房里能拎出来的都拎出来了 我们这里说的经常用的材料 而不是全部 并且不包括任何像Sensor这种特殊的传感器材料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放在桌面上给大家拍一个全家福 第一类是各种各样的mini relay 这种小继电器 有12伏ACDC的线圈 然后24伏ACDC 120伏 230伏 240伏的各种各样的AC的线圈 最大通过电流呢 一般的16安培 但是我们正常使用的是5到10安培 输出呢 一般有一个坡 两个坡 三个坡 四个坡 接口标准都是标准的 8帧啊 11帧 14帧 底座都是Dinreal mounting 大家看一下 这些都是Dinreal mounting 像这一个都是蓝色的 是DC的线圈 那这是11帧的 11帧接口 底座也是11帧 然后这个是红色的 就是AC的线圈 它是110伏的线圈 然后是8帧 这也是11帧的 然后这些是小的 空间如果有线的话 大家都需要小的寄电器 挂在钉路要是比较方便一点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很小 这个是8帧的 对啊 这个就是第一大类 就是各种各样的小的mini绿类 小寄电器 这个是用的比较频繁的 第二类呢 主要是维护开关 或者我们叫主控箱开关 一般都是600伏的 三泡 有30安 60安 80安 200安 还有400安 主要是给马达用的 这里还有一些新款的带保险师的控制给开关 有些开关呢 可以直接装在门板上面 我们叫Panel 就是在门后面装上这样 你看这个就是螺丝孔 收在门后面 在门板的外面呢 就是这样的一个旋转开关 然后呢 它是这样的 还有一种是通过连接杆 像这种通过Shaft 你看这边通过一个Shaft 把它连进去以后 然后呢 这个装在机器的里面 这个呢 就是也是装在机器的里面 然后在机器的面板外面呢 加了一个旋转开关 还有一些呢 是直接装在一个防水盒子里面 像这个是30安培 600伏 三向30安的维护开关 这个就是600伏 60安培的维护开关 这个里面呢 其实就是 就是这样的一个开关 一模一样的东西 只是外面加了一个防水盒子 主要是在机器做维护的时候呢 因为在机器的前面 就要加一个non-fusible的维护开关 把它搬断以后 才能对机器进行维护 这样比较安全一点 那这个还有一个特点 可以上锁 你把它搬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这边看到一个锁孔 这个就是维护开关 或者我们叫主控向开关 这个也是经常用的 机器改装里面 换的很多 第三类呢 是一种组合式手动马达启动器 大家可以看到 有两种 一种是旋钮式的 一种是按钮式的 那根据U2的标准呢 这种组合电机控制器呢 我们也叫组合启动器呢 它其实是一种具有隔离功能的 带保护功能的一个设备 它为什么叫组合式呢 其实组合就两个功能 一个是它带热明保护 带热过宅保护 其实这里就是一个overload 大家可以看到 手指的地方啊 然后呢 它本身对这个短路也产生保护 所以它这个组合式就是一个是热明保护 还有一个对短路也产生保护 一般的分为E类型和F类型 E类型和F类型 我们稍微讲一下 E类型的启动器呢 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独立的手动保护器 它适合在没有额外上游电路中 这个没有短路保护的情况下使用 典型的一个E类型的启动器呢 其实就是一个手动电机保护器 我们也叫电机保护断路器NPCB 在单个设备中呢 它有以下的这个功能啊 一个是手动电机控制 大家可以看到 断开短路保护和电机过宅保护 那这个F类型呢 其实跟E类型呢 是有相同的功能 但是除了通常称为手动电机保护的电机 保护断路器之外的功能之外呢 它还多了一个接触器 其实我们就是把这个接触器和这个E型的机器放在一起 它主要用于远程控制和自动控制电机 其实功能差不多 就只是多了一个接触器 第四类呢 就是我们说的经常用的线位开关 也叫limited switch 这个线位开关呢 其实就是一种 有一种机械装置带动一个长开长臂的 relay来控制电路 它有触发方式有很多种呢 有一种亚式的 还有这种呢 也是亚式的 转感式的 华人式的 其实它的原理很简单 在这里的时候藏开 你要是把它压进去 就是长臂 然后正常的都是1分之1的MPT 就是我们说的knockout的接口 然后呢 它跟我们平时建造的那种小的微型机器里的那种 比如说micro switch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 micro switch的力量不能太大 去触目去触发它的时候 这个呢 是需要一定的力量的 而且呢 这个可以最大正常的是10安培 然后呢 最大还可以达到15安培的那种线微开关 正常的micro switch呢 就是1安培2安培 最大的话可能就是45安培 线微开关就讲到这里 好 第五类是突然开关 也就是我们说的chem switch 我们中文也叫它万能开关 它其实里面呢 就是按照极数的和安培数的不同来进行分类 比如说有一个坡 两个坡 三个坡 四个坡 它可以做到十几个坡都有可能 它里面是一组突然 然后呢 按照不同的排列方式 打开不同位置的开关 那正常的我们来使用呢 就是两种方式 一个是01 一个是102 01呢 就是说 我们这边要不就是关掉 然后打开 然后这边呢 102呢 我们正常的就是 0这边停 然后1的时候 这边方向开 然后打到这边又停 再打到2 另外一组开关又开 正常的用呢 就是这样的102 或者是01 我们这个叫Change Over Switch 这个呢 只是一个开关Switch 外面开关用的越来越多 图轮开关 像这个就是比较大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可以达到60A 正常的呢 你家里要是有100A的Panel 然后又要用电炉烧饭 又要给特斯拉充电 给电动车充电 那怎么办呢 装一个这种开关就可以了 用电炉的时候 特斯拉就不能充电 用特斯拉充电的时候 电炉就不能开 大家就知道它的用处是什么样了 主要它可以接触很多极性来 比如说4波5波6波 7波8波都有可能 现在的这个机器里面 用这个很多 国产的机器里面呢 主要没有CSA认证 而这个呢 它有CSA和UR认证 所以改机器的时候 一旦遇到图轮开关 也是要更换掉的 好 第六类 主要是各种保险丝盒 还有各种 Fuse Block Wiring Terminals 一般都是600伏的Rating 像这个是Sriple的Fuse Holder 我们也叫Finger Proof Fuse Holder 原来用的 大家都是可以看到那个保险丝裸露在外面的 现在都被这种 这种可以闭合式的Fuse Holder来代替到了 一般用的保险丝呢都是ATDR 带Time Delay的 因为后面都是带马达的 把保险丝 那个CCFuse 放进去以后呢 600伏的正常呢 呃 60安 呃 30安左右都可以放进去 然后60安的就比较大尺寸 这个是3POD 2POD Single POD 然后呢 还有各种 呃 Wiring Terminal 大家可以看到 比如是我们在那个 呃 Deanrail上面 经常可以看到 大家可以看到 很多的那个 呃 Block Terminal 就接线 上面进来 下面出去 这个正常的都是10安培 20安培 15安培 呃 30安培 现在呢 也可以做到 80 像这个就属于120安培 还有再大的呢 就是这种组合式的 大家现在看到的 这种组合式的Fuse Block 呃 一进一出 然后呢 那两进两出 还有这种大的 两进八出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可以组合 大家怎么看组合 你看 还有这种就是呃 安培数比较小的 30安培的 一排的那种Fuse Block 这个最大的可以去到呢 正常的400安培都没问题 所以大家知道一下 保险师和特命的Block 也是要经常换的 一定要有 UAL和CSA认证 用的非常多 啊 第七类 啊 Power Supply 这个是我们在机器改造里面 经常要换掉的 就是把国产 国产的 或者欧洲来的 里面的电源 要换成带 UAL和CSA认证的 呃 Power Supply 一般都是24伏DC的 大家看一下 我手上的就是这种 呃 18 呃 24 36的 呃 VA的 24伏VDC 呃 输出 呃 一定要有 Class 2的认证 现在要求越来越严格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可以装在 DIN6上面 24伏的 Power Supply 也用的比较多 还有更大的 呃 差不多有这个3到4倍啊 呃 可以做到240 360 但是呢 超过一般的60瓦以上 我 我就没有 又要 呃 就没有那个Class 2的认证了 啊 Power Supply 其实就是这样的 呃 第八类呢 就是各种各样的push button 啊 就是我们说的按钮 呃 就像这种欧式欧式的 呃 方框按钮 这个但是是有带有CSA 和URL的 尤其是这种 呃 现在用的最多的 数量最大的 其实就是22毫米的 各种push button 呃 红绿按 呃 指示灯 呃 两路或者三路的选择器 还有这种带钥匙的选择器 呃 呃电位器 就是这种可以调节的电阻器 风鸣器 还有这种emergency push button 这个都是22毫米的 还有预装好预装在防水盒里的push button 还有这种机器上用的信号塔 呃用的都很多 这个主要是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 各种push button和呃信号塔 也需要更换 呃 第九类就是各种微信开关 就是我们说的miniature breaker 呃有UAL489的 这种带summer protect的 还有这种UAL1077的 呃 关于UAL489和UAL1077的区别 我们在后面一个章节会单独讲 他们之间的区别是什么 呃 就是用到63A 60A也有大的 但是这个电压呢 没有那么高 不是600伏的 正常的能用到380伏到400伏左右 然后呃 最高的时候可以达到480伏 呃 大家知道一下 有single port 呃 single port 2 port 3 port 呃 用的量相当大 好 第四类呢 就是time relay 呃 这个我们在上个月的 有一个专题视频里面 已经讲过了 呃 它既可以作为counter使用 也可以作为timer使用 也可以作为time relay使用 呃 而定时器就是用的比较多 大家这个关于它的具体功能 可以参考我们上一期 讲的 呃 navato tmme和navato tmme nfc 带进场功能的 呃 专题 time relay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啊 定时器也用的很多 电子式的 呃 第四一类 保护继电器 我们叫protection relay 啊 保护继电器的范围比较广 我们这里不会做详细的讲解啊 我给大家看的这个型号呢 用的比较多 呃 这个是有缘的 这个是无缘的啊 不用需要带电源的 它既可以给三项用 也可以给单项用 可以针对每一项电压 伺服过高或者过低 频率 或者是三项伺服对称 呃 protection relay 关于protection relay呢 我们下面会做一个实验 专期的视频 给大家看一下 它的作用非常大 呃 在现在的设备里面 protection relay的使用量 也是越来越大了 越来越多 呃 第十二类 就是我们重头戏 接触器 呃 过流保护器 呃 接触器和过流保护器 是机器改造里面 使用量非常大的 呃 一类产品 呃 我们下面会有一个 独呃 独立的视频 介绍 呃 接触器 寄电器 过流保护器 他们三者之间如何搭配使用 然后还有什么区别 啊 大家主要是看一下 这个就是 呃 过流保护器 如果空间要是有限的话 没有地方装呃 过流保护器怎么办呢 装一个mounting kit 把它装成这样 大家可能在别的记忆里也见过 跟那个 呃 接触器并排装也可以 不一定要装在这个 接触器下面 如果你空间有限的话 大家知道一下 我们下面专门有一个视频会讲解 呃 接触器和过流保护器 好 第四三类 呃 小型的可编程控制器 呃 PLC 然后呃 变频器 VFD 我们说Variable 呃 Variable Frequency Drive 呃 这是两个不同的牌子 呃 一个是三项的 一个是单项的 呃 关于小型那个 呃 可编程控制器呢 使用呢 现在越来越频繁 像这个就是八进四出 呃 大家可以看一下 呃 软软件是免费可以从供应商的网站上可以下载 呃 VFD就用了越来越多了 因为现在大家进入一个节能时代 大家也知道它 它的好处是什么 还有关于那种小的VFD啊 比如说 你家里只有单项 你只要一个2500瓦的三项 想拉出来做一个小的实验啊 或者设备啊 或者那种小的实验室里 这种小型的就比较实用 你可以它可以把呃 单项电啊 变成三项电 呃 道理很简单 把交流电变成直流 然后直流再转化为交流 这就是VFD的一个最基本的原理 啊 大家可以看一看 还有一款呢 就是软启动器 因为那个是软启动器呢 主要是给大型设备用的 我们这里就不拿出来了 因为呃 软启动器讲起来太复杂了 和VFD一样 是属于一个非常广泛的范畴 讲起来呃 不知道什么时候呢 说得完 大家知道一下 PLC VFD 软启动器 好 以上13个大类 我已经给大家讲完了 其实机器改造呢 也需要很多这样的 小的配件啊 各种各样的小小零件 像比如说这种 CompressionLug啊 DualRate的铜线铝线合用的啊 还有MechanicalLug 这些都是机器改造的时候 也是要经常使用到的 跟做商业装修 使用的Lug呢 都差不多 一曲同工 这个都是小配件 我们顺带带一下 好了 这期视频我们就讲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或者觉得我讲的内容 对你有用 请按红色订阅按钮 并按小铃铛 如果你有什么问题 或者建议 请在下面留言 我会尽快答复 也许我们下去视频的主题 会因你的问题而产生 谢谢大家